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 神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又斬人 先說天氣 今天天氣如何 來到6月9日,星期五 雷暴警告是現正生效的 今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局部地區有雷暴 一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毫熱 最輕微自和喚的南指東南風 最高自由善指數大概11 強度屬於極高 最低氣溫27度 最高33度 嘩 又慘人 牛池說 行人隧道行空 女子遭陌生男人追斬 又不認識的 網友說 吳仔,你很準 你說會傳染的 不是我準的 是心理學 是Ivan Sir說的 我們都知道 人是這樣的 這期人喜歡看某一件事 好像之前的魷魚遊戲 然後每個人都追著去看 大家又會說 在腦裡的潛意識 就會有這些事 然後會發夢 是嗎 你明白自己的構造 是怎樣 大家又好像很害怕 當然害怕 沒有差別 追別人 嘩 嚴重嗎 慢慢說 有一件事昨天都忘記說 有個前區議員 黃俊陽 昨天提堂 喂 怎麼搞錯 做區議員 騙外婆 十萬元 那些什麼 保釋金 怎麼搞錯 這個人 真是最佳一等 你本身做的區議員 是為民請命 為何會導致 淪為這些 賊人 騙徒 很離譜 28歲 黃俊陽 前區議員 那究竟堅定留呢 待會先研究一下 很多新聞要和大家說 譬如有一宗很乖橫的 大家的集體回憶 麵粉伯伯 離世 那些街坊就不忍心 他撞在公務那裡 促政府著情處理 就說夾錢 就幫伯伯 就帶他去一個 街坊認為適合他的地方 真的 好 我們有很多新聞說 詳細新聞內容 先跟大家說說 確診 很久沒聽過 現在確診說 說說這樣說 說死亡數字和確診率 開始下降 但我想大家最關心 那些 你說確診 那些恐怖 還是把刀 到處斬人 那些恐怖 當然是那些恐怖 不懂的都可以刺你 真的恐怖 另外 說一宗 有個男人 就用他媽媽的針卡 然後去機店打機 判罰 一萬一千元 這真是陳年舊事 真是新聞講舊事 剛剛判罰 萬一元也挺重的 那 那 進去打機 做什麼鬼 給點骨氣 好嗎 沒有打針就不要打機 進去那些地方 還要用老母那張 真的 真是這些 唉 這樣就被人捉了 手機 打機 是不是 不用這樣 還有昨天有很多色魔 多到不知得了 真是嚇死人 不知道為什麼 近月圓之夜 又色魔 又露體狂 很多色色的新聞 要告訴大家 好 先說一宗 喂 掃黃又掃得好 打擊 賣淫 油麻地 拘捕了五個內地女子 年齡幾乎 二十二至四十 油麻地那邊好像年輕一點 廟街 波蘭街一大 內地女子 二十二歲都有 找到那些 病人套 沙水 毛巾 做證物 上水那些 年紀大一點 三十一至三十九 你有沒有想著近新界二北 有些新鮮抵抗 不是 最近那些都落去 油煎旺賺食 警方有個火石行動 妓女 就被捕了 但是有些突發事件 你根本是 沒有辦法 事實上 是不是 好像那個 劈人那件事 真的冷不提防 無緣無故 又弄一件拱的事 嚇死人 女子 牛池灣行人隧道 捱斬肉血 男兇逃逸 現場為 未開封的賽刀 未開封 但也斬到 手和腳都是血 說不懂 裡面也有些 QK 昨晚 七點 七點 收工時間 你想想那些位置有多少人 很離譜 說過女人在農場 一條連接彩虹村 牛池灣街市行人隧道 被一個年約四十歲的男子 用賽刀追斬 嘩 嘩 女人馬上避 避 你不要開玩笑 你有沒有開封 也是這樣說 你賽刀很重 你斬過去 等於用鐵打你 他不是 他斬得開 他斬開他的手腳 腳部 手臂都中刀流血 兇徒 扔下刀 往牛池灣街市 逃之夭夭 救護員接報到場 替市主包紮 賽刀 斬到手腳也很嚴重 不是 斬到手 斬到腳 斬到動脈 也會死 如果你腳也有刀傷 基本上 他斬開了褲子 如果斬到頸 就馬上沒命 頸兩邊都一斬 就完蛋了 很危險 雖然 我覺得余生刀比賽刀厲害 但賽刀一樣是真的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向目擊者落口供 其後 地上找到一把未開封的賽刀 正了解事件的原因 大批警員 持盾牌 首捕而兇 又在附近牛池灣街市 看CCTV 閉路電視 去到九點鐘左右 警犬隊又奉命到場 找狗來吻文 可能吻文的刀柄 然後追一追 神圈拉西 看看能否捕捉到人 警員在附近的小巴站 翻看閉路電視 了解那男人的逃走路線 相當恐怖 不懂的 不懂的 大家都很害怕 昨天在做事的時候 突然在後面說 又斬人 有些人就說 吻仔 你真是笨 不是我笨 心理學家笨 別什麼都賴進去 我不是做風水 如果說 天干地之五行 這月份 要搞這些事 我不做這些事 隧道可以連接 彩虹村牛池灣 彩虹地鐵站 消息指 女士主在牛池灣街市 經過一個蔬果店 放工 經上指 準備下樓梯去地鐵站 走幾步就被人刺 嘩 現場所見隧道有大灘血跡 嚇死人 目擊這件事 又一宗 又一宗 又是鑽石山附近的 又真的走過風水路出來 對呀 那裡 哎呀 香港的中心地 帶龍脈又怎樣 又可以讓他們一起搵 一起搵搵吃 沒有遠 就看到那把刀丟下 就撇掉了 對呀 你拿著那把刀走來走 別人很容易見到你 他走 這個 似乎感覺上 就不像是精神失常 如果精神失常 又不會丟刀 應該拿著那把刀 亂砍 現在這個似乎 是有目標的 對著一個人 有目標的 懷疑 怡虹當時 握了兩把賽刀 雙刀 嘩 不是一把 兩把 這麼恐怖 兩把想砍死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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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這件事別想著沒有了 有 據了解 女市主經營的賽檔 過去 曾經跟街市另一檔有糾紛 雙方過去曾在牛頭角街市動刀動武 已經打過了 一到驚動警方 目前初步調查 說相信案件與早前牛頭角街市爭執 就是有關 是一個延續 就是說不是無差別 不認識那個人而已 買空也可以 但是估計而已 還沒抓到人 今天賽檔開檔 警方便會去問問 這個地方原來曾經 也很危險 我告訴你那件事的內情 女商者 原來是頂替男朋友做檔主野和 涉兩年鎖賽檔糾紛 去年已經有兩宗襲擊案 即是他不是第一次 今次就嚴重一點 那把賽刀 是否買空被剁 女人是43歲 這個血光之災不是無差別 只是估計而已 報紙的東西經常都寫錯 老婆可以不是老婆 有精神病可以不是精神病 老公殺可以不是老公殺 只是說近期的事 所以我也覺得 可能是先聽著 這些未必是真實 但是報紙這樣賣出來就跟大家說了 另外有一宗 那個哥哥仔不知道有什麼事 28歲 前區議員 黃俊陽 騙了老婆97萬 嘩嘩嘩 9宗電騙專騙老婆 這個哥哥什麼事 黃俊陽是前區議員 涉嫌在5月29日至6月5日期間有9宗 你猜我是誰 就騙老婆 涉案金額97萬 最高的那宗是30萬 受害人71歲至93歲 這個被捕的黃俊陽 28歲 就是前離島區議員 警方指被捕男子 以被控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昨天提堂 他叫他去打給婆婆 你兒子現在涉刑事被捕 要30萬保釋金 就說會透過朋友上門收錢 婆婆也很聰明 是不是 這次婆婆不聰明 他真是中了一招 拿了30萬現金 有人上門收錢 他賭給別人 然後婆婆和家人商量 哎呀我的兒子被騙 你兒子是不是坐在那裡 哎呀 懷疑受騙 然後報警 報警 是求助的 拘捕了前區議員 真是離譜 單單案都慢慢發聲 賺了很多錢 欺詐集團在社交平台出廣告 招聘上門收錢 哦 他說真的找他不是朋友 他找人收 當是他欠我錢 警方形容事件 利用長者擔心關心家人心態 犯案是卑劣可恥 呼籲市民防騙三寶 什麼三寶 縮骨射博老蜜桃 不是 家人就死了 這招也可以 警方防騙三寶 收線核實求助 聖路很多 這件事很好想的 一經定罪可以判監10年 叫那些年輕人 他說特別是青年人 不要收錢 然後幫人收錢 被捕的男子28歲 王俊陽 他厲害 不過輸 怎麼輸呢 2015年首次參選區議會選舉 當時輸了244票 給周豪鼎 後來2019年捲好重來 在東涌南區出戰 5049票 以1430票之差 擊敗周豪鼎 每次都追了周豪鼎來打 做過區議員 因為他被DQ過 可能是某些 DQ了 區議員的席位 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說政府欠他8萬元 幸好DQ之後 他找到一份飲食工 一個月有兩批收入 當時不方便透露工作地點 後來搞單猜猜李是誰 見尿還是薯條 有沒有認 再審過 他說現在要10萬元保釋 他自己本人 是不是 不是 他說這些保釋說到 現在是還押懲教署看管 對 嘩嘩嘩嘩嘩嘩 有很多錢 握了人 究竟這些事情 真的嗎 好了 先聽著 現在報紙的事情都很難說 對不對 對 有些事情拘捕就拘捕不完 好似昨天說 有一個人妻在公眾地方拿露身體 唉 還有一宗 其實香港也不知道幾宗 這些 露體狂 很多宗 全世界都很多女人 我自己剝給別人看而已 這樣 逆招 發佈淫事及不額物品 可以罰100萬 在網上 對 好多 網上有人說 又有一宗 舉報他 對 也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會再被拘捕 真糟糕 好 先說一宗好人好事 吐瓜華麵粉白白 街坊說他人有骨氣 因為自食其力 拆麵粉公仔 也算是大家的童年回憶 這些是買少見少的 街坊說他為人很有骨氣 自食其力 不忍心他放在亂葬的公墓上 希望籌錢 把伯伯安葬好 甚至街坊說 多謝這位伯伯 在他們生命出現過 始終是他們小時候 放學 又或者買公仔給子女 公仔有多有趣 有些人 是伯伯的忠實擁 賣5元而已 很便宜 街坊說有時候給他20元 有時候給他100元 但是人始終是暫時存在 個個都是這樣說 可能他曾經和媽媽相依為命 原來這個麵粉公仔的伯伯 早年他媽媽離世 伯伯一個人露宿街 露宿街 露宿在後巷 有街坊見到他 被送上救護車 之後音訊全無 然後就不見了他 知道伯伯被安葬在沙嶺公墓 感到不忍心 如果有人可以幫他善後 便會出少少力 街坊都相感 看到其實香港人都是很有情意 陪過你的 大家都是 當他是一個 雖然是陌生人 但是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這樣 南無阿里陀佛 另外說說黃鴨到了 昨天拘捕了一隻無牌鴨 那隻一模一樣 原來是不行的 他真的不說也不知 他不是拘捕那些 就是警告他 趕快放氣 丟回家 不讓你擺 為什麼 他說你霸佔那些地方 黃鴨就不行 算了 這樣 我真的不清楚 他不知道 我感覺上是否搶人風頭 我們打媽 整對鴨來 你現在說自己有一隻這麼容易 不行的 大家走到你那邊看 那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為什麼是不行的 如果不是鴨 如果是雞 如果是大笨象 那你這個大和小的怎麼分 你吹水泡和吹大隻鴨 他又沒有明文規定 總之告訴你不行 不行不行 現在那隻Rubby Duck 相隔十年 打馬必來的 只是吹氣也吹了四個半鐘 很厲害 香港有這些東西打卡 嘻嘻還問 你當年跟誰一起拍 我不告訴你們 當然 這麼可愛的東西 挺有趣的 其實那些鴨仔 現在打媽 這樣來 一隻都很好看 現在打媽 應該都是服侍遊客 特地下來 有鴨影 嘻嘻 香港你想找鴨也難 對吧 去九龍城 哈哈哈哈 泰國的 這樣說而已 好吃的 有幾間食店 這樣說而已 另外 休班警 哇 跟五個男人在公下賭錢 那怎麼辦 脫了罪 哎呦 服職了 是不是 可能也沒有停職 法官指現場 有搓油嗎 即是有那些 有broad game 或是社交場合 就可以裁定脫罪 嘻嘻 這個案例一出 那些人搞非法賭檔 不是整個broad game 在這裏 整副大富翁 在這裏玩大富翁 這樣 你得了的 是不是 可以啊 什麼不行 就是這樣 他說有broad game 是私人場所來的 那不是說他罪刀 說他違了口罩令而已 這樣說 這樣就行 現在說沒有 這個單位也有broad game 和卡拉OK 我弄一支唱機神器 弄個什麼 這裏 真是這些 不知道 總之 阿sir沒事 沒事就行 最重要是人沒事 世界冠軍 昨天有一棵樹掉下街 十二米高大樹 一下子摘下來 奔離房車 摘住了司機 出不了 不上不下車 動不了 下午2點7 尖沙咀海防道 漢口有一棵十二米高大樹 摘到兩條行車線 壓中一部黑色奔離房車 私家車車頂的車頭 倒閉了 司機清醒 但是困住了 成二十分鐘 聲搖的男司機 才可以救出宋縣 這輛車真的 撞到爛了 那怎麼辦呢 真是飛來橫禍 為何這麼嚴重呢 那些樹梅了也不知道 摘到下來 如果有人走過 一夜撞死 幸好車頂一頂 他也算是 有點運氣 昨天有個中年男子 喝酒後 死在一間屋內 警察封鎖調查 最近很多人喝酒死了 內地有些網紅 鬥喝酒為四百元 就沒了一條命 這是什麼事呢 51歲 姓黃男士主 喝酒後暈倒 在北角英王道 一個銀輝中心的單位 現場消息指 死者身上出現不明顯傷口 經過警方仔細調查 相信也沒有任何傷口 什麼事呢 又說有不明傷口 然後找清楚又說沒有傷口 沒有骨折 現場沒有打鬥 哦 相信事件沒有可疑 他一開始看到有 之後發現沒有 可能胎記也沒頂 事主有身體病紀錄 那還喝酒 真是真是 真是人的性命 有個六十多歲的女人 在九龍城碼頭浮屍 墮海原因不知道 65歲姓吳 沒有檢獲遺書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墮海原因有待確定 這件事 對 不知道誰看到 100米外有人再浮再尋報警 有人走過看到這樣 唉真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 昨天警察也很厲害 他掃毒 又蓋了流動武器褲 屯門有四輛車 怎樣流動武器褲呢 裡面有利刀有鐵鎚 四個人斷井被捕 嘩 最少六把刀 一支鐵筆 一支鐵通 一支鐵鎚 這麼多工具打喪屍 案件將郊遊反黑組探員跟進 剛才凌晨2時被抓 那些傢伙真是 那些傢伙真是 拿這麼多工具 另外 由素毒 旺角錦毒窟 十三人被捕 找到海洛英 可嘉欣 南精靈十分厲害 八男四女 在那裡 那些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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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四女年齡介乎 三十至六十八 內裡的吸食 以及注射毒品 真是 好嚴重 行動中 警方檢獲 懷疑兵 小亮可嘉欣 九黑海洛英 二十顆藍精靈 一批兵壶 懷疑集食 毒品的工具 你們不知道那些怎樣玩法呢 讓我講給你們聽 講一點點吧 其實兵 打了就不睡覺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你老爸索契的年代 這些知識 廣泛流傳 他們通常 因為打了可卡恩 或者打其他東西 很高興 但打爆了 打爆了會很睏 人都會累 那些人打完之後 就撥兵 就可以將時間延續 講一些冷知識給你們聽 當然是叫你們遠離毒品 大佬這麼頹廢 要不要走去那些地方 搞這些事情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罰款 五百萬和終身監禁 市民簽罰 以身是法 另外再講一下 先看看 先看看 喂 現在這條街什麼事 元朗22歲的小妹 租非禮 適郎 走了 三十至四十歲的男人 懷疑 在元朗 封連路 教育路交界 飛禮 一個22歲的女子 昨天下午四點 小心 元朗 有食魔 還有 這件事 女人拍女人都敢死 紅磡 六十多歲的女人 遭偷拍 在庚衣室 五十四歲 五十四歲 女人懷疑罪被捕 喂 女人拍女人都拘捕你 姓苑的 五十四歲 拍別人的那個 拍他六十歲 有什麼吸引呢 嘩 真是 恐怖 人家在庚衣室換衣服 拿手機出來拍人 兜兜兜兜 被扣留調查 被捕人 女人拍女人都被人like 不是開玩笑 那些新聞 真是 有人害怕 好 綠合彩 再沒有人中 下期有二千八百萬 記住買 四號 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八、四十五、四十六 特別好賣 七 二獎 半注中 嘩 每注派二百二十九萬 四千一百六十萬 半注都二百二十幾萬 一注成五百幾萬 嘩 真的有jackpot是不同的 下次記住買 二千八百萬 聽我說 哎呦 五仔提我才記得 那就中了課金給我 不 我待會幫你捐了 另外再說一下 喂 西區 碧麗花園獨立屋 魚舌 八十萬手錶 珠寶手袋 被人偷了 這些真是 賊人喜訊 這麼多東西偷 搞錯 博富林 碧麗道 碧麗花園 他說 在昨晚11點 發現兩個可賢男子 進入了獨立屋 他說 聖陳 39歲 男護主報警 他們兩名可賢男人 嘩 走啊 聽到有人 走啊走啊走 發現槍被人叫過 寶貴的珠寶 和一些價值不菲的手錶 手袋 足足被人八十萬 足足 被兩個人拿了 他說 這個碧麗花園 原來在兩個月前 4月13日 被人爆破了 已經 當時損失了八萬八千元 港幣手錶加二環 現在兩個月後 十倍 八十萬 嘩 那些賊聽到 這些簡直就是 快點抓人 做什麼事 不是打算做賊 大家要小心門窗 昨天在銅鑼灣行人天橋 有人跳下來 跌死了 那裡很矮 但是矮也會跌死 矮也有三四層樓高 說到真的 嘩 晚上7時47分 很多人看到 在姜濤灣 高士威道 近順德街 行行天橋 底 晚上7時47分 跳下來 那時候幾多人在銅鑼灣等巴士 你想想 看著他跳 一聲 很多人看 嘩嘩嘩 又拍又拍 昏迷送去 勒敦寺醫院 證實死亡 嘩 沒有遺書 多少歲沒有說 現場路中心 有針筒 懷疑 懷疑 注射了 懷疑 懷疑 不知是否與案件 也沒有關 路中心竟然有針筒 要驗屍後確定 不過驗了都不告訴你 通常都不跟進 還有小心開車 最近很多撞車 我們晚點說娛樂 有一宗厲害 有些藝人 和兒子 真是嚴重 今天各日新聞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